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上几个的话我们是跟大家讲解一下 那个Xpass怎么去提起estimate当中的那些数据 对吧 好 那么这几个我们再去结合一下 之前跟大家讲到的那个网络请求 那个request who 来和我们这个Xpass来做一个这样的实际的项目 那么我们这几个要跟大家讲的是 这个豆瓣网的一个这样的爬虫项目 那么我们爬取的是这个什么 豆瓣网下面的那个正在上映的那个电影 来做一个这样的爬虫 好吧 那么我们这边点一下什么 什么呢 全部正在热影 然后的话就来到这个页面 那么现在的话因为我是在那个长沙 所以的话这个地方它就显示的这个 长沙的这个页面 那么如果你是在其他城市的话 它就会显示你所在那个城市的那个页面了 好吧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就要需要对这个什么呢 需要对这个正在上映这部分 这些数据把它给排除下来 这个地方还有个点击 显示全部正在上映的电影 就要把这些数据全部都把它给爬下来 好吧 好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 先把这个数据先把它给请求下来 一步步来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PATCHARM 这个我新建好了一个项目叫做豆瓣 SPYDER的一个人项目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里面来跟大家讲解这个代码 那么我们首先要将这个网页把它给拿取下来 对吧 之前的话其实我们也跟大家讲过 对吧 一个爬出的话其实就是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的话就是说什么呢 将目标网站上的什么呢 HTML代码和和那个什么的数据 将目标网站上的那个页面 爬那个抓取下来 对吧 抓取下来 那么第二部分的话就是什么呢 将什么呢 将抓取下来的数据 根据一定的规则进行提取 对吧 进行提取 好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就相当是已经 相当是去完成第一部分 对吧 完成第一部分 就是将我们这个豆瓣这个网页上面的那个数据 把它给拿取下来 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就使用了那个request 来跟大家讲 因为request的话相当于那个 urlab使用起来会更加简单更加方便 对吧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导入一下 直接导入import一下这个request request request 只要这边是那个获取 那么我们在去抓取那个网页之前 我们首先的话先来定一个真的header的信息 对吧 其实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就是这个 大家在写这个盘什么时候 这个header的信息的话 有些时候可写可不写 你就像是我们这个电影 这个豆瓣电影这个网页的话 它这个header的信息即使你不写 它也可以去盘起这个网页 那么我们这份的话 就是说为了这个保险起见 我们还是去定义好一个真的header的信息 好吧 那么就是header的信息 等于这个东西 其中一个必须写的就是这个user agent的 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标明你当心这个警救的那个身份 如果你不写的话 他这个user agent的这个信息就是等于这个python 就等于这个python 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要把它给改成什么呢 把它给改成这个 跟这个浏览器一样的 对吧 改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份 好 那么来到这个network这边 可能加刷一下 刷新完之后 这个地方的话就发生了很多请求 然后我们点击 点击第一个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下面找到那个什么呢 user agent的 然后把这个user agent的 把这个给拷贝一下 把这个给拷贝一下 可能加C 然后来到我们的这个代表 可能加V 然后我们再来定义好另一个 就是我们在爬中里面 如果出现了这个refer这个东西的话 最好是也是把这个东西把它给粘进去 好吧 把这个给粘进去 这个东西的话 也是我们这个反爬中机制当中 检测的比较多的 RFERER 就是他会根据你提借上的这个refer 来判断你这样 这个请求是由爬中发出的 还是由流浪性发出的 好吧 那么我们的话也是把这个把它给粘进去 好 那么这个请求头 这个请求头定义好 接下来我们再定一个url url的话 非常简单 就是这个url 对吧 口诺加C 然后的话来到这个口诺加V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request 库去获取的 而且同学们我们可以注意到 这个长沙这个页面的话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请求获取的 是不是通过这个get请求获取的 对不对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代表里面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request.get 就可以获取到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request.get 然后是url 然后的话那个什么呢 headless adless等于这个headless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它都会返回一个响应 i s b s resource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按这个响应 request.te sd 啊 可不得加宝账啊 可不得加来运行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抓取到这个网页当中所有的数据的对不对 这个网页当中所有的数据啊 好 嗯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就不去看下面看了啊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获取到的是那个正确的网页信息啊 正确的那个信息 好吧 你看这个第一个数据的话就是那个寻闷环游距对吧 就是这个寻闷环游距啊 现在的话也是一部评分很高啊 非常火的一部这样的利益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获取到这个数据啊 呃 这个地方的话还是要跟大家介绍 跟大家回顾一下好 回顾一下两个属性 第一个属性是那个test 还有一个属性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属性是那个contain的 过点来写一下啊 这两个属性哈 封闭有什么样的区别哈 test这个属性 它返回的是一个呢 返回的是一个啊 那个经过啊 经过解码后的字符串啊 是什么呢 sdr啊 也就是个unicode啊 类型对吧 而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而我们的这个contain的话啊 返回的是一个原生的字符串啊 原生的字符串啊 就是从啊网页上啊 抓取下来的啊 没有经过啊 经过什么的经过啊 处理的字符串啊 是什么呢 是那个byts byce那一类型啊 byce类型啊 那么这里面啊 为什么要说明这一点呢 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哈 这个test这个啊 数据类型的话 它是一个unicode的字符串啊 就是一个sdr的数据类型 它是经过解码后的啊 经过解码后的 那么那么这个contain的这个东西的话 它是一个刚刚从网页上面抓取下来的 就是说没有给它进行这个任何处理的一个人的字符串啊 那么我们这边一定要注意的一点是呢 就是哈 包括在硬盘上面 包括这个字符上哈 是保存在硬盘上面 或者是啊 在这个网页上面进行啊 传送 那么这些数据的话 它其实都是属于什么呢 都是属于byce数据类型啊 都是属于byce数据类型 只有在我们的类型当中的话啊 你才能加一个byce数据类型 byce数据类型啊 才能把它给转化成那个unicode的字符上啊 才能把它给转化成unicode的字符上 好吧 这个的话大家需要注意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啊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东西呢 原因是啊 因为在有些网页当中 他会啊 我们这个request库 他会将你拿下的这个数据 给他进行一个层证的解码 然后把他给解码成那个test 对吧 不是在有些网页哈 是在所有的那个请求当中 就是说 你在请求任何数据的时候 他返回的这个结果 他就可以通过这两个数据 拿到你返回的这个字符上 对不对 他就会将这个啊 将这个啊 从网页上面拿下的这个数据 经过解码啊 然后的话 重逐到这个test的当中啊 但是有些网页的话 他那个解码的方式啊 是不对的 所以的话 他有些时候解码出来的这个test 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乱码 明白是吧 是个乱码啊 这的话你你可能啊 这的话你可能就需要 啊 先将先使用这个content 只要的话 在在根据你自己指定的这个解码的方式 把它给解码成那个啊 unicode的字符上 明白吧 啊 这个的话也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啊 像我们现在都办这个电影 这个网站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啊 正规的一个这样的网站 说的话 直接拿过来 直接使用这个test的话是没问题的啊 那么像有些网站 比如说啊 那个电影天堂 那些网站的话 它的那个数据啊 就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直接使用这个test的话 它得到的就是一个乱码 这时候的话 你就需要使用这个content的 然后的话自己根据其他的变化方式 给它进行解码 好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啊 需要注意的一点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个的话啊 只是跟大家科普啊 跟大家啊 介绍一下 或者是复习一下一个真的质点 好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面讲啊 再来往下面讲啊 现在接下来要做的第二步 就是将抓紧下载的这个数据更定 根据一定的规则进行提取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一份的话啊 就把这个什么呢 抓紧下载的这个数据啊 先把它给保存在一个边缘当中 好吧 保存在这个test当中 等于这个response.test 对吧 点test啊 好 那么拿到这个数据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使用啊 爬紧下载的这个数据啊 这样用那个lchaml 来给它进行一个真的 嗯 解析 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导入下那个lchaml啊 那么就是fromlchaml import下这个什么呢 一顺啊 一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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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呃 fml 等于这什么 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 etr1 然后的话点那个atml 对吧 然后的话把这个attest给进去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相当是啊 将这个东西解码好了啊 解码好了 那么以后你想使用xpass语法 去给的 去进行提取的话 就直接使用这个atml 解码就可以了 对 好啊 那么现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提起那个数据 那么我们在提取这个数据之前 我们首先的话 先要对啊 这个网页里面的这个结构 要有一定的了解 对 要达到那个修有成竹的一个人的地步啊 知道这个网页当中 哪个地方出现了什么东西 你都要一清二楚 这样的话 你爬起数据的时候啊 写这个xpass的时候 就轻而易举啊 就手到轻 手到轻来 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 来到这个elements这个地方啊 那么我们这地方的话 点啊 点击啊 点击这个什么呢 点击这个小镜头 然后把鼠标放在我们这边 进去点击啊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啊 可以看到啊 这个里面的话 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这样的盒子啊 一个这样的UL的一个这样的盒子啊 可以看到我把鼠标放在什么呢 我把鼠标放到这个class等于list的这个URL上面的时候 它是不是把整个这个正在上映的这个电影 全部把它给选中呢 看到没有 我把鼠标放出去 是不是全部都选中了 然后我把鼠标放到下面啊 是不是就全部都选中了 然后我点击显示全部影片 是不是把它放出去也全部都选中了 全部都选中了 看到没有 是不是全部都选中了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只要获取到的这个URL的话 是不是就像是可以拿到所有的这些电影呢 对 而且同学们可以注意到啊 其实我之前也跟他们讲过对吧 就是这个URL的话 它代表的是一个列表啊 这个URL的话 URL下面啊 正常来讲的话 是应该要有一些量的利标签对吧 一些这样的利标签的话 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 这个URL下面一个利标签 它是不是代表的就是一个电影啊 对 我把鼠标放在这个利标签的时候 是不是就左边这个电影被选中了 我把鼠标放在第二个利标签的时候 是不是就第二个电影被选中了 对 说的话我们现在是什么呢 只要获取到这个URL 然后再从这个URL下面会获取每个利标签 就像是获取到的每个电影 对不对 而且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一点 是不是呢 这个电影上面的一些这样的数据啊 我们现在的话是要爬取这个电影上面的 那些相关的信息对吧 比如说有标题啊 评分啊 海报啊 这些东西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利标签上面的话 这个利标签上面也是有很多属性 对不对 有那个什么呢 Data Title Data Title的话是保存的这个电影 它的这个标题 对不对 所以的话我们现在在这个利标签上面 是有很多这些属性 这些属性的话 就已经包含了这个电影当中 很多绝大部分的这些信息了 对不对 比如说有标题对吧 还有评分啊 还有那个什么呢 发布时间 还有那个持续时间 还有那个地区 还有那个什么呢 导影 还有那个影员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只要获取到这个利标签 然后再通过这个利标签上面获取到这些属性 这里就可以拿到绝大部分的数据了 对不对 但是有个数据的话还拿不到 什么数据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影 它的这个海报 对不对 这个海报是从哪里来呢 我们来展开一下啊 这个海报的话 它是在这里来的啊 在这个post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image标签啊 看到没有 就有个image标签 那么我们拿到这个利标签 再去获取一下这个利标签下面的这个image标签 再获取一个image标签下面的那个src这个属性 是不是就可以拿到这个某一个电影 它的这个什么呢 它的这个海报了 对 那么的话也是亲而易举的事情 好吧 好 那么我们先的话 就相对是已经有一个大脑当中啊 大脑当中有一个思路的 对吧 有什么样的思路呢 我要获取所有的正在山影的电影 那么我首先第一部要做的事情 就是获取这个啊 利克拉斯的历史的一个这个月啊 拿到这个月有 我再去获取这个月下面每一个利 因为每一个利当中的话 就代表的就是一个电影 对不对 拿到一个利以后 我再去啊 再去这个利上面获取一些这样的属性 比如说title啊 score这些属性 拿到这些属性 我就可以获取到一些这样的信息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还是个海报 海报的话也很好获取 就通过这个利下面 拿到这个音笔 音笔 音笔表现 然后再通过这个音笔表现 拿到这个src属性 是不是就可以拿到这个海报 它的这个ur对底啊 地址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这个大脑当中 有个有这个概念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写这个代码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啊 在这个代码当中的话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获取那个ul对吧 好 那么就是ul等这个什么呢 等这个atml 然后换去写这个xpass 这个代码的话也是非常好写啊 通过两个显卡 代码是获取这个网页当中 所有的子孙元素 然后获取子孙元素 获取的是什么呢 获取的是ul这个子孙元素 但是我现在不需要把所有的子孙 所有的ul都获取到 我要获取的是什么呢 这个class啊 这个class是等于这个lisdx lisdx的这个ul 对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这个ul了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印一下 print一下这个ul对吧 ul啊 可能加四百公价啊 实际上的话我们可能加难印一下 好 那么这里面的话就可以 获取到我们啊 那个ul的数据的 当时这个地方的话 是不是出现了两个啊 对不对 是不是出现了两个element 说明获取到了什么呢 获取到了两个啊 class是等于lisdx的这个ul对吧 那么为什么获取到了两个呢 我们接下来再来分析啊 再来分析啊 其实原因是这样的啊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网页当中 除了这个正在上映的话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即将上映啊 那么这个即将上映的话 它的那个什么呢 它的那个例啊 它的那个例啊 不是例啊 这个地方啊 可以看到啊 在我们的这个即将上映的下面的话 它是不是也是使用的这个ul标签呢 来把它给进行包裹啊 而且这个ul标签它的这个class 是不是也是等于这个lis的 对不对 可以看到啊 所以我们现在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现在获取到的是什么呢 获取到的是这个啊 即将啊 这个正在上映 以及这个即将上映的这两个数据都已经会被我们获取到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现在要获取的是啊 只要获取到的是啊 我们现在只要获取这个什么呢 正在上映的 所以的话 我们现在是只要把第一个把它给拿到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边是不是给了取一个0 这样的话就可以只拿到第一个吧 对 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第一个啊 拿到第一个啊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加锁一下可能加再来看一下啊 好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第一个了 拿到第一个对不对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印一下 我们来打印一下啊 要打印这个东西 我们要将这个东西转换成字符 那么就是这个一吹下面的那个toolstreet对吧 把这个扔进去啊 可能加锁一下可能加来遇下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就拿到了那个第一个啊 这个地方给他指定下这个编码 一勾顶式的这个udf干8好吧 还是一个经过b码后的 那么我这个地方再给他解码一次成那个unicode字符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拿到所有正在上映的那个电影了对不对 第一个都是寻梦环境 然后的话看最后一部 最后一部的话是那个空难渔波对吧 那么在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看一下啊 是不是就最后一部的话就是空难渔波 说明是已经将这个即将上映的这个电影已经被我画立了 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这里吧啊 好那么现在的话将相当是已经获取到的这个什么呢 正在上映的这个unicode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获取这个正在上映的这个电影里面的每一部电影 对不对每一部电影啊 好那么接下来我再去再去获取什么呢 再去通过这个ul获取所有的力标签啊 获取所有的力标签好吧 那么就是lis的这个ul对吧 然后点spath啊 那的话现在获取的是什么呢 在当前这个啊当前这个标签下面获取对吧 获取所有的力对不对 好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所有的力了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印一下 好吧 获力因什么的力s啊 那么接下来来打印一下 然后是也是把它给转换成自转啊 e3.2 string啊 然后是力啊 然后这个指决一下这个编码是那个utf-8 进去编码的吧 然后是减码一下啊 decode decoode啊 这样吗成unicode啊 使用这个unicode啊 unicode啊 utf-8的方式进去减码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是不是现在拿到的话就是每一个力的吧 是不是拿到的就是每一个力了啊 拿到的就是每一个力了啊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个里面再通过这个力再去拿到相关的一些数据 对吧 我们把这个东西放到顶底部啊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去获取这个寻梦环游记他的这个电影啊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力 然后的话拿到他这个data title的这个属性就可以拿到这个tile吧 对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拿一下啊 首先的话这个地方是那个title tile也是的这个力啊 点xpxxbox 然后获取是什么手机呢 获取的是这个data 然后是-title这个属性 对不对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打按这个title 看一下是不是获取到的是这个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获取到这个一个力标签下面的这个data title属性 就是这个标题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个xbox 至今我们也跟他讲过啊 他反过来的永远是一个列表 对不对 所以的话他这个地方用的是一个列表 把他给进行装的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给他取个取名操作啊 就给他一个下标操作 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这个标题了 对不对 拿到这个标题啊 好 拿到这个标题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去拿其他的数据 那么也是啊 会一呼噜坏表的事情呢 对不对 接下来还有拿什么呢 比如说还拿评分啊 scy1 scor等于这个dxpx啊 那是那个data 让scy1 然后是也是第0个对吧 那我们呃 还有什么呢 还有是这个 呃 这个 这个发布时间啊 发布时间的话 我们就先不换去 过去吧 这个发布时间 我们这里就不去换去的啊 还有是那个时期时间啊 decoration 还有是什么呢 还有是我们的这个啊 地区 r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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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家里复制份 接下来的话 就是这个演员 r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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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呢 还有是 呃 暂时没有了啊 这个上面这些属性的话 我们就相当是已经获取到的 好吧 还有属性已经获取到的 接下来的话 就是获取这个下面的那个海报 对吧 这个海报的话 也是非常好容易获取的 我们只要通过这个立标签 然后的话 再获取这个立标签下面的那个 一密质属性啊 因为在这个里面的话 在这个里面的话 在这一个立标签下面的话 它是只有一个一密质标签 说的话 我就可以大胆放心的去获取这个一密质标签了 好吧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获取的这个海报叫做 呃 post 啊 或者叫做三不耐吧 缩裂图 等这个立啊 点spath啊 spath 然后是获取这个啊 什么呢 下面的啊 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一密质对吧 因为这个一密质标签 因为这个一密质标签的话 不是在这个立标签的直接子元素下面 它是在哪里呢 它是在这个立标签立标签下面 在ul下面 在立下面 在a下面 说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不能直接写一个写一个写个 我们要写两个写个 对不对 而且这个地方的话 一定要注意写一个点 对吧 如果你不写点的话 他就会在整个玩意当中 去寻找所有的密质标签 那么你写一个点的话 就是在当前这一个立下面 去找密质标签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写啊 或者什么呢 src这个属性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打按一下吧 来打按一下 三不耐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拿到所有的电影 他的那个缩裂图啊 这个是寻梦还原记的缩裂图 对吧 然后这个的话是那个什么呢 那个啊 电底联盟的那个缩裂图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的话 另外也是给他取一个零操作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缩裂图 也把它给拿到了啊 好 那么拿到这些数据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把它给 哎 构造成一个啊 字典对吧 那么就是movie movie是等这个 列表啊 啊 字典 tidal 是这个tidal啊 然后是那个 然后是那个scoe 是这个scoe 对吧 还有这个decoration duiatm decoration 是这个duiatm 然后是这个region rgm 是这个rgm 对吧 还有是这个啊 direct dii dii ctor啊 写错了 还是这个agnes sdors啊 还是这个subnial 啊 subnial 好 那么这个电影拿到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 哎 因为有很多电影 对吧 所以的话 我们就用一个列表 把它给抓起来 好吧 movie是等appetmovie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所有的那个 正在上映的这个电影信息 把它给扒取下来的啊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还没有跟大家讲到 如果去把这个扒取下来的 这个数据进行处理啊 所有的话 我们就先不去把它给 比如说啊 把它给保存下来啊 呃 我们这里边就直接打印啊 那么我们这里边就直接打印一下 print print print一下这个movie是 对吧 可不可以加什么 可不可以加了一下啊 诶 怎么所有的点啊 啊 这个多少钱 那个s啊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所有的 那个电影信息 全部都把它给扒取下来了 对 ok啊 啊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 就是这个电影扒取 这个豆瓣电影的 这个正在上映的扒取 我们就啊 就是这个样子啊 就这个样子啊 那么啊 还是刚刚说的那句话是吧 就是我们现在啊 没有去讲到 如果将盘 就现在的数据保存下来啊 后期的话 我们会跟大家讲到啊 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些数据 啊 重注在json文件当中啊 可以重处到那个csv文件当中 可以重处到那个execl文件当中 可以重处到那个数据固当中啊 那么后期的话 我们也是会跟大家讲到 好吧 好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是先把这部分功能 先把它给完成啊 那么大家在各省里面的话 就把这部分啊 先跟着我的这个思路 把这个部分自己去写一下啊 自己写一下啊 好 那么各人就讲到这地方啊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